有期视的音乐,让我们来欢迎蓝凯,蓝凯沙凌女士们,请蓝凯先就坐 对,我们要欢迎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吴芳女士 电影《新百姓女优魂》总是配人蓝凯沙凌女士 导演、业伟姓先生还有摄影指导王悦泰先生和服装设计及造型总监吴宝林女士 欢迎大家 那下面即交出闪亮的入入我们现场的视频 迎着各位主演,有请刘怡飞、灰鹰红、临鹏和李金 有请四位主演 欢迎 灰鹰红、临鹏 欢迎 英鹏和临鹏 还有我们临鹏 以及 以及我们的新版小倩刘怡飞 鼓掌也不错了 我们也很期待今天刘怡飞会影怎么样 非常美丽的装俗 现在我们一起安静刘怡飞先就坐 相信在座的不少朋友都已经看过 新版线的幽魂了我们也知道其实有更多的朋友一起观看了这部电影 因为在这部电影上映的当天 也就是4月19日的时候 就创造了上一第一天 跳黄就获千万这样的成绩 这也让这部电影成为了今年五一到最具竞争力的电影 截至到今天上午发行方也统计出了新版线的幽魂在中国大陆的最新的报告成绩 相信一会一定会带给大家惊喜的 真的是特别的恭喜面影新版线的幽魂 那下面呢就让我们留请新版线的幽魂总制片人蓝凯莎丽女士上台致辞 欢迎来的造型总监吴宝林女士 有请三位 欢迎三位也恭喜你们的作品获得了这样的好成绩 那我们也知道今天叶伟新导演首先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 是吗 那我们知道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在台的旁边 我们请为我们呈现上来好吗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叶伟新导演一登场 这边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礼物 这块板子上面会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张海报 那叶岛如果我们介绍一下这海道有特别称呼好吗 原来是海外的一些海道 应该是在韩国上看到韩国 那接下来还有在不同的国家的区域上的海道 对因为现在有本确实今天有一个好的成绩 也在海外也一直都会感受关系 所以我们先让大家分享给我们的赏乐 谢谢 那看来电影在海外应该也很容易你们的热口 我们也想请问一下有一次导演对这部电影 接下来的跳行成绩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因为努力都开始了准备 我们都希望能够继续有好的开放 希望观众都继续谢谢 谢谢 谢谢 感谢大家营业会 因为这样好的口碑继续支持下去的 那王月泰先生是金牌摄影师 曾经九次获得 香港电影金像的最佳摄影奖 这真是非常不平凡的一个成绩 那么也有人说 王月泰先生的这个摄影是 不需要风格的摄影风格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那你怎么看这次的摄影风格 还有这个电影现在是得了好成绩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因为这次台阶播副的办理主创 都是非常强 而且也是我很期待要合作的 比方说 因为新大业也是丽丽头一起合作 然后所有演员都是同一起合作 包括我们结合 所以很开心很够 很够跟他们一起合作 那不管林先生也要 这些期待的这些服装都是他自己的 然后我马力诚也是当年老板的 我实在知道 所以大家这一次合作 就是非常开心 因为我觉得一个新的风格 应该是整个团队的合作 一个创意的精神来找出来 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风格 一定要说是导演的作品 导演的风格 也有一些作品来凝聚了大家的智慧 哦 是 当年就 成队是成队 不是一个人的一样 所以 这一台 老林还有其他人 是 但是其实哪一个人的那样 都是不可缺少 少了谁都不行 对 就因为他很小的习惯 嗯 是的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下去 那吴宝林 相信大家都习惯 叫他 佛佛姐 但他也是获奖无数 那这次呢我们也看到在电影中 这个小倩也得到了非常多观众朋友的认可 大家也很喜欢新版的小倩 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服装造型的风格 其实还是很很朴素的这个风格 嗯 佛佛姐们谈一谈这次设计的一些想法 老林 这次我们做的 我们这个小倩是刘怡飞嘛 我想神性简介的形象 还要继续在我们这个电影里头出现 而且我们整个戏都围绕着一个黑山村来成长的 然后小倩要在村里头走来走去的 所以我们这个不是鬼 我们这个是妖 所以他在这个出现要人间是不觉得的 要问到人群里头去的 嗯 嗯 我们妖魅造型吧 我想下个倩女幽魂 第二我们会做一个 嗯 妖艳版的倩女幽魂 哦太期待了 我们期待下次还有不同风格的小倩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好的再次感谢三位 也特别感谢艳导人带来的这个礼物 谢谢 请三位先到我们看一下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对我这个 海盗也可以先 先休息一下 谢谢 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欣赏呢 就是今天到场的呃 电影中的四位主演了 我们要游行新版的小倩刘怡飞 同时呢还要欢迎呃 婚姻红女士 姻红姐妮及林彭小姐和姻红姐姐 欢迎四位 哈喽你们好 周五好 对周五好 小猩想你们问啊 你们可以赞你 哈 哈哈哈 多谢 谢谢 谢谢 掌声还有可以期待的欢迎 一个心情 对 李金还想 特别想说点什么 我知道你今天特别幸福 我会 哦 跟三位女士跟四位女士站在一起 你也要不让三位 特别恐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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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是这样 都没让朋友回来 就是你想不战那个 今天特别幸福的心情 对 所以我们一会儿也会问了你 这次也出了一些感受 那首先我想问一下 刘亦菲 因为有人说这个电影的结尾 电影中的结尾是这样 那大家很想知道刘亦菲 作为你个人更倾向于小倩 在这段感情中去选择谁呢 哎呦好想 嗯 因为我也这个问题 在拍的时候 我也已经三岁都没想清楚 哦 然后我也问导演 然后问那个编剧 我也问我自己 可是大家都觉得 没有一个答案比较好 嗯 自己的话 我觉得可能 都选吧 这么好 我两个男人不选 那么可惜啊 这确实是很很艰难 很艰难的一个决定 是是可能要到这个具体中 可能还不会有答案 嗯 嗯 好吧 我们这个是要大家去思考 或者是去 有点余味的这样一个话题 嗯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 陆宏姐 因为大家看过 您塑造的这个 处妖之后呢 都觉得 它有很很冷酷 很有妖力的这一面 但同时它也有 特别感情丰富的一面 它对于小倩呢 包括它对于 海上防线的角色 都有特别的这种感情 嗯 所以就觉得它很丰富 其实 姥姥这个角色是 给导演重新去打撞 因为她希望能够 姥姥有多丰富的感情 所以在姥姥这个角色里面 她会有妖魅啊 因为她有母亲的爱 她跟小倩有母亲啊 女儿的爱的那个感觉 还有跟泪妖师 她可能都有一点抖 抖 那个抖前在一起 因为她 她这个 她喜欢漂亮 她喜欢漂亮 那这个 为什么要漂亮呢 其实漂亮的 希望人家去看 所以她其实 她也有女性心态 的一方面 在这个姥姥身上 所以她不是 我们内心很单纯的理解 一个人 应该是很 内心非常丰富的一个人 就像我们看到 这个背景摆上的这个造型 很有震撼的力量 这也是一个导演啊 泰哥和宝宝姐 他们把这个姥姥 弄得那么漂亮 因为她说我进去 这个表生之后 我第一个我先问 这个姥姥跳不漂亮 然后 他们说这个姥姥是漂亮的 那我就说 好 我来演吧 如果我还害怕 像这老板的姥姥 一边是男一边是女 我心想我该演男的 还是该演女的 搞不清楚 对 这其实是一个很惊艳的 老婆的形象 对 嗯 谢谢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 您好 我们这次的 因为我主要你不光是演出 然后还唱了歌 嗯 我也经常在 开车的时候 听到明天才会播放的 唱的歌曲 这次以后 也准备在 歌坛的代表自己 下面的场景 嗯 其实我之前 台湾大夫产生之后 出过一张音乐品 嗯 但是我现在的想法 还是 拍电影 对 这个 适当的有些好的歌曲 偶尔是可以 因为我特别喜欢唱歌 嗯 对 那在这首电影 而这首电影中的这个歌曲呢 您在唱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对 嗯 对 非常确定的回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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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多的观众院的造型 就是 你的牙特别的形容 你的造型 很感兴趣 你自己对这个造型 对 以往过在舞台上的形象 都是眼睛最形容 嗯 这次那个牙 您也能够解决 嗯 是 这确实也 也帮助我这个练基本功了 因为戴着那个牙套啊 说话不容易说得很清楚 嗯 所以呢 待了那个两三个月之后呢 我觉得 基本功力以前还有提高 嗯 后边我拍的那个戏呢 恰好 上边也带牙套 下边也带牙套 下边也带牙套 再带牙套 哇 亏着有这个戏的锻炼 所以那部戏呢 改变还不是 可能不是 天呐 那你以后演角色 不会老眼都瘦了死吧 你这个牙套 还有假牙越来越多 嗯 千万别 他就把身牙签一下 哦 我过去过到 比如说像说图 你去考虑一下 这个训练的功课 他们都带牙套 对 可以把人家 基本功学练 带牙套 对 这也算你们说过 好的 再次感谢四位 谢谢你们 演出新台的演出 那我们也邀请四位 游户 因为接下来是 选堂的局局 其他一个环节 我们要请嘉宾 来为我们 揭晓一下 并且取得好成绩 我们也要再次 请上来 来看家里女士 还要请上 两天的月道 还有黄月泰先生 和欧瓦 一起四位 我们请一会儿 来看家里女士 宣布这个好成绩 我们也来静心的聆听一下 你觉得好 有什么样的能力 来看家里女士 我2022年 可以说的守护 就是四月份的守护 那个 破一的一个票房 感谢大家 好的 谢谢 那我们也会给你 这个相机 我们要一起 举起酒杯 一起来庆客 地有不前几个的票房成绩 我们也要 祝愿你 继续票房答案 好 我们请各位一起来 手举酒杯 一起来吹 在即将到晚的五一下七里面 祝定能够继续创造 那么多血 更非常累啊 在哪边 请大家准备的故事 希望看一下我们的镜头 希望大家要留下 这个非常喜庆的瞬间 哎 杨明 谢谢 杨明 谢谢 谢谢